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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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喝杯水 喉嚨會舒服一點 麻煩你, 乞丐 廚房有蜜糖, 我拿給你 來 不用了, 喉嚨有點癢, 我沒事 幫我拿給我包過來嗎? 你又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每次都可以幫我拿, 只有你才擺哪個 電視櫃下面, 自己拿吧 來吧, 幫我拿吧 我現在的膝蓋都搖了, 走步路裡都痛得入心 文初受了傷 你這麼大的人, 自己拿 經驗你幫我拿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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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啊 免得理你, 睡覺 你早點睡吧, 不要理他 不管你 QE, 你偏心 你今晚不說清楚的話, 你不用睡 有什麼事? 你和那個壞人認識了多久? 哪個壞人? 弄得你進醫院那個人 人家有名的 司徒禮信, 你什麼時候認識? 今天? 今天? 你第一天認識別人就和人家交心 值得你不要命地衝進火場救人 你知不知道你會死嗎? 我不救他, 他真的會死 那你怎麼認識? 在哪裡認識? 小姐, 你不要像審犯一樣, 行不行? 我怕你被人騙 下午有個小朋友近餐 禮信他幫忙救人 他識手語之餘, 又沒有看不起我 我又不覺得他是壞人 他亂拋垃圾, 還弄得我炒車 我不覺得他好得去哪裡? 你說我不了解別人就和別人友好 你又沒有了解清楚他 就說別人不好 有口說別人, 沒口說自己 你現在為了一個 認識一天的人來說我 枉我今天, 隔著腳 都撲去醫院那裡看你 對了… 弄傷哪裡? 來, 這裡, 你看看 還有鑼腳爭 我有點痛, 不知道是不是扭傷了 真的很可憐 那個傷口小, 看也看不到 什麼?你看我手掌 我手掌這裡的傷口大一點 很痛 眼睡了, 閉嘴吧 你快看看吧, 我還有其他傷口 很痛, 這裡, 你看看吧 霍同情, 走遠一點, 早點了 這聲音真的很難聽 麻煩你以後不要用這聲音跟我說話 那這聲音有沒有好一點? 死文聰, 你起來, 死文聰 好, 死文聰 是血地了… 萬世光夫婦 是你們找人放火燒我狗的 現在你賠錢 什麼放火?你別亂說話 現在兇我, 見姐妹有看到 他們現在兇嚇我, 落下他們 萬世光, 賠錢 萬世光, 你的靜人責 賠錢, 萬世光賠錢 你不要走 走了 走 一直以來, 我們收地 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放火都很差, 我們沒做過 以前不會, 現在不會 將來也不會 如果有人再生安八做 我一定會追究到底 你真人渣, 放火燒我狗不認 賠錢了, 賠錢了 賠錢了, 賠錢了 賠錢了 萬生萬太, 早安 麗生 剛才… 沒事的 一群無賴來找著 是不是跟劉浮山火燒的事有關? 那是村民 死霸佔住家, 不能搬 還想趁火燒助我們一筆 那些屋平時十九九間可以 沒事沒幹, 有去生草 一說就收地 把火燒光了, 我也在場 其實火燒當日, 我也在場 火燒得很快 警察和消防來到調查員 都說覺得火有可疑 那你有沒有事? 要不要多休息幾天才上班? 我沒事, 沒理由第一天上班就請假 年輕人爭埋得好, 保持你的 這間就是你的房間 如果有什麼需要就跟… 有什麼跟我說就行了 Elin, 這裡交給我吧 怎麼樣?司徒先生 滿不滿意這間房的佈置呢? 還有沒有什麼需要添置? 不錯, 不過如果有杯咖啡就完美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還有早餐 想不到被人服侍慣的曼小姐 也挺適合做秘書 你願意請的話, 我不介意做的 別玩了, 你是太子女 也算是我老闆 那我就請你快點吃早餐 如果我沒有力氣, 幫我爸爸賺錢 知道 對了, 你不是去旅行過兩天才回來嗎 畢竟是我和爸爸 我爸爸推薦你進來公司幫忙 我這個中間人無論如何都要出現 你怕我失禮你嗎? 我是想你快點熟習公司環境 有個熟人在這裡, 安心點 你有什麼需要呢, 儘管跟我說 你當我是普通員工可以 否則, 人們以為我認識你 有特權 好的, 那我們不說公司的事 說私人事 George和Tracy說 接下來等你安排之後 我們去吃飯 好 好, 想不到我們在加拿大認識 回來香港也可以聚在一起 那等我安排了 順便介紹香港的朋友給你認識 好 努力, 禮信 文聰, 為何又只有腸仔和豬扒 又說有海鮮拼盤 海鮮拼盤要價錢 你們這個是員工優惠, 沒有海鮮的 不要緊, 我們吃腸仔和豬扒就行了 我的天, 這些東西都是人吃嗎 給我家裡的狗也不吃 你說什麼?你說誰是狗 不是把東西推出讓我們來嗎 我訂了一個海鮮盤 真的很髒, 罵它吧 對, 刀呢?沒有刀怎麼燒 爐又不透, 拿手燒嗎? 你是啞的嗎? 他真的啞的 真的啞的 看到嗎?手語 你那些都不是手語, 我看不明白 原來他不單是啞的, 還有傻的 原來是傻的 你們別這麼過分, 你們一個人來光顧 別來侮辱人, 行嗎? 我們是客人, 做什麼都行 不能忍耐, 就叫你老闆出來招呼我們 對, 老闆… 老闆… 你們這麼有空, 別來 走吧 快有空才來, 不是做什麼 就是了 別吵了, 我不想失去工作 沒聲音嗎? 別吵, 我幫你 我的臭小子也在 對了, 物以類罪 就壞了一堆琴 不, 你們嘴巴吃了糞便嗎? 臭成這樣 畢竟人家都是你半個大哥 閘著, 我們不同姓的 我都萬佩見一個哥哥 幸好你這麼說 我從來沒當過混蛋是我老爸 更沒當過你這個欺負人是妹妹 你那誰是欺負人? 每個都是 你說什麼? 你說你吧 什麼? 別碰我 來, 去打 不要碰我 大人, 來, 知道 別動手, 我高興 發生什麼事? 黎順, 他們一群野蠻人 動手動手 不是 文聰 原來你們兩個認識 是的, 你是我爸爸公司的 城市規劃師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遲早把這裡的土地用途 看看你們還可不可以燒烤 我也奇怪了 為什麼火燭那天你會在這裡 早就說你不是什麼好人 也不知道有什麼具心 火燭那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我沒有, 不要亂說 你不是這樣的人 但是你爸爸媽媽會呢? 整個樓房的生日 誰不知道他們瘋狂的? 你敢再說一次? 我說萬世光娘娘瘋狂的瘋狂 聽到嗎? 我要找老師告你 佩奇, 不要再吵了 哥哥, 你也聽到了 我要立刻找老師告他們誹謗 走? 你不要再到處立火頭了, 好嗎? 文聰, 對不起 我想今天吃不到食物 我先走了 給我回家 也不知道你的豪小妹有什麼好 走吧, 我們去其他地方吃 乖兒, 我有件事想找你幫忙 我收到你女婿萬世光公司的信 她說要收我的地 收地? 是的, 我幾十歲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跟他們說 叫他們遲些再收? 好, 讓我安安樂樂地過了下半世吧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幫不了你了 你會不知道? 你是她媽媽 她們收地這些事情 她沒有跟你說的嗎? 娟姐 這間公司不是巧意 她真的不知道 不如這樣 你找萬世光 坐下慢慢聊一聊 別玩了 整個樓浮山都知道 她倆靠撈片起家 跟她聊 要不然待會燒我家屋 那我怎麼辦? 她的公司這麼大 是不敢做這些事情的 要不然被人知道 做得了嗎? 你可說 這件事不是壞事嗎? 就算抓到人, 還是替死鬼 怎麼會把萬世光打出來? 不是 上次榮哥那件事 現在還沒抓到人 警察現在還在調查火燭的原因 你倆也是, 人家說而已 你又相信? 我這種無權無勢, 什麼都不懂 只知道事惡到頭終有報 乔姨, 叫你女兒 不要做這麼多陰質事 乔姨, 你還是勸一下沙華 做得陰質事多, 又報應 收錢吧, 這麼多話說 乔姨 乔姨, 爸爸考慮在別人那裡 我們控制不了別人說什麼 想什麼, 別管他們 我這個做媽媽的是不是很失敗 不要怪自己 不知道女兒的事很平常 我也不知道我兒子的事 剛才我真的很想大聲跟娟姐說 我女兒沒做到, 但我說不出口 我連她能不能做這些事 我都不敢肯定 別這麼擔心 他們這麼大的人 他們做的事應該要向自己負責 你們不理得這麼多 現在你唯一要做的事 照顧好自己 不要麻煩他們, 這樣就行了 又不是生日又不是過年 平時你也很少出來的 今天找我什麼事? 是這樣的 我是想問你有關收地的事 記不記得誰的娟姐 她是收到你們公司寄給她的信 說要收回他們的地 是嗎?公司的事我已經很少理 收地的事都是由小做的 是嗎? 那可不可以… 你今天來是否只跟我說這些事 沒有其他事? 不是 對了, 我聽街坊提起火燭那件事 他們說… 說是我和世光放火的 那你覺得呢? 我當然不相信你會這樣做 不相信你, 阿敏? 你根本就是不相信我 那我任務做得還重要嗎? 我是信不過你老公 我怕他會影響你 他什麼出身的, 大家清楚吧 我們結婚二十幾年 你現在才怕他會影響我 你一向都覺得他壞 什麼都看不順眼 不過你別忘了, 我們在一起 是你有份做成的 很変 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怎麼做呢? 這單車響了很久了 你好像失勤自己 怎麼了? 沒事吧? 忍住 我…很痛, 嚇壞一點 我猜到最好了 其實沙華那份人你不是不知道的 她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你這麼傷心幹什麼? 她一直都覺得我幫著莎莎 所以她生我才會嫁給我曼世光 其實想起來, 我也有點責任 其實當日那個竹展輝和沙世在一起 他們兩個才是一對 沙華說她自己看不通而已 如果她看得通, 她懂得想的 明知道曼世光出來走鼓滑 她還要嫁給她 路是自己選的, 不可以怨任何人 初哥哥, 那個師徒禮償 怎麼看都不好人 別告訴你, 我弄傷了 免費你們擔心 行… 是, 我好 翹姨, 嚇壞叔 是, 回來了 怎麼這麼大股藥油味? 誰弄傷了? 可能我風濕了 我膝蓉哥有點怪怪的 是呀 你有沒有事?我幫你擦吧 沒事… 翹姨幫我擦了, 手勢多好 我現在跑步也行 是翹姨幫你擦嗎? 是呀… 你說謊, 你的手這麼大股藥油味 弄傷的肯定不是你 初哥哥, 幹活 這裡 沒事 你的腳還沒康復嗎? 他今天就弄傷了 你怎麼會弄傷? 你之前咬了也沒康復, 現在又傷了一次? 他顧著想事, 差點被他單車撞傷 你那時候在想什麼? 我沒事, 腳有點彎 我可以走, 我還可以跳 怎麼樣? 糟了, 翹姨 星期六那晚你還是不要去了 我幫你打到商會取消他 不行, 這麼難得才有這個機會 我又可以過口癮 又可以見回舊歌迷 總不知道我休息兩天就沒事了 行了… 翹姨, 你的腳之前被好得了 現在又弄傷了 萬一表演的時候再弄傷了怎麼辦? 會相上加上的, 我也不贊成你去 聽你小時候說, 你喜歡唱歌吧 什麼時候唱, 在哪裡唱, 隨時都可以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在海景浩設一個長咪給你唱 我以前登台的時候 就上天弄傷了 不就是相著唱, 相著跳 翹姨, 今次不同往日了 你也懂得說說以前 你現在年紀不小了 你用什麼?一跳, 骨頭就散了 現在是不是輪到你們管我? 我說沒事就沒事 對, 不要管我了 翹姨 可以了嗎? 多少錢 剩下二十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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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 怎麼這麼做?你很怕見到我嗎? 我怕你們不想見到我而已 你不是還記住那天軍口說的話嗎? 傻瓜傻的, 經常胡說話 你別擺心了 他們這樣想我也明白 始終我也是幫曼生打工的 你也會說, 你打工而已 更何況現在也沒有證據證明 榮哥那間屋被人燒 和你們公司有關 別想太多了 你明白就最好了 你也來踩單車嗎? 一半一半 阿倫, 我每逢假期都會踩駕車出來兜 幫單車客泵氣, 當作運動之餘 順便賺點外快感 你真是勤奮, 打這麼多份工 沒辦法了, 誰叫我說不出話嗎? 找長工真是不容易的 就唯有多打幾份散工, 將勤補絕 那我祝你多點禮物的手 謝謝 對了, 你怎麼會進來留學生? 我火灶那天 掉了一張和家人拍的合照 那張照片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還沒回來找 不過我又不記得在哪裡跌 又不記得走過哪裡 所以也有點大海撈枕的感覺 你今天走運了 劉浮生的路, 我閉上眼也會走 我幫你找吧 真的嗎? 謝謝 我記得我上次和君侯在這裡炒車 我之後有回來找過, 但也看不到 可能上次眼睛看過籠子而已 我今天再幫你穩定一點 那個村民專門做環保回收的 定時定後在這裡撿垃圾 說不定他有見過他的照片 好, 我先去看看 文莊 林哥, 我朋友前幾天在附近 摔了一張照片 是一家人的合照, 你有沒有見過? 沒什麼遺疑 不過這袋垃圾我在這裡附近撿的 還沒分類 如果你們不怕骯髒的 你們自己找找吧 是嗎? 是不是這一張? 是呀, 謝謝你 最重要是找得回 是呀, 文聰 林哥, 你會否認得這張照片的背景? 我想找回這個地方 我不是很認得 不過我可以陪你來找找 再走進去就是刮頭路 不像是你的照片的背景 那不如我們在這裡休息一下 謝謝 前面就是被火燒了那間屋 他村民真可憐 就這樣就失去那間屋 錢財新外物, 無村無難, 算是這樣的 那天我看他去了我們公司找曼生 當日他屋激動 我想那間屋對他來說很重要 應該不會, 這間屋是用來擺貨而已 火燒那天他找我幫他搬走那些貨 應該就不會太大損失了 火燒之前搬走那些貨? 怎麼這麼巧? 他還找得我很急 讓你這麼說一說, 回想起來 也真是挺幸運 那他有沒有跟你一起搬? 搬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也沒有 我只記得他比我早走, 說有理要做 留得我一個搬走最後那一圈 我記得我進入房子沒多久 就開始起火 火燒得很快 我記得警察有提過 在現場發現有白電油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幸運? 文卓, 這裡附近有沒有五金舖? 他在大街開五金舖的 不好意思, 先生 我想問一下榮哥那間木屋火燒之前 有沒有人去過五金舖買類似白電油之類的東西? 榮哥, 你是哪位? 祥哥, 他是我朋友, 你不怕說 每天都這麼難幫忙, 忘記了 這件事很重要, 幫幫忙 最多過兩天 我去店裡免費幫你收拾貨 不要了, 找你做義工 一會兒子炸我營 不過文卓, 看來是你 火燒前一天, 榮真是你 還買了三、四罐八電油 不過我看他臉黑黑的, 別問他 那你有沒有跟警察說? 當然沒有, 大家街坊街里嘛 村頭散, 村美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老老實實, 真的別說我說出來 我免得翻了 喂? Elaine, 萬先生在這裡嗎? 他們開了香港 那萬太太呢? 萬鑽沙華, 你不用避免我了 你放火燒我家屋子, 什麼時候賠錢 我看見你這麼慘 你剛才說的這句, 我可以當沒聽過 但如果你說多一次的話 我保證你今晚會收到律師信 我會告你的誹謗 你破產也不行 我知道, 你來找村長打算擺平收地的事 我告訴你 沒用的 我只會繼續每天唱衰你 每天在你公司門口耍陰獅子 你認識趣的, 你就快點賠錢給我 不然的話, 十個村長幫不了你 不要緊 你儘管說得誇張一點 方便我告你 不用每次找律師信來回答我 大家都是樓浮山人 不用做得這麼盡 我瘋起來, 什麼都在乘 你也會說大家都是樓浮山人 我萬鑽沙華是什麼人 你應該很清楚 說瘋?我瘋過你十倍 如果你繼續玩的話 我不僅會告你破產 我還會趕你出樓浮山 是找人橫抬你出去 曼太太, 來了嗎? 村長, 你好 我只是喜歡用威士忌 所以特地找人在蘇格蘭拿過來給你 怎麼這麼客氣 這次和村民都談好了 進去慢慢談 一邊喝一邊談 是嗎? 老婆, 老婆, 不肯報仇, 不肯報仇 放開我, 老婆不肯報仇 她該死的, 她該死的 然後我和禮信一個飛身撲過去 我扣住榮哥的手, 禮信搶走他的火機 在千鈞一發之際 我們阻止了一場世紀大爆炸 說完了嗎?文初, 你的手語太快 我們看不及了 簡單來說, 文初和這位司徒先生 英明神武地捉了阿榮 說完了嗎? 原來甚麼事都是阿榮弄出來的 難怪, 前幾天我在街上碰到他 總是覺得他全身都有電油味 又在馬後排? 無論如何, 今次捉到阿榮 要感謝文初和司徒先生 是禮信警覺勝高而已 腿穿他的古怪 那也要初哥哥幫忙才可以盛事 是呀, 全靠文初和街坊屬 才套到這麼多資料 你們倆也好 這次可以幫沙華洗脫嫌疑 一天乾淨 司徒先生, 今天要請你吃一頓飯 我一定要訂定老鼠斑和龍蝦 不用客氣了, 還有叫我禮信就行了 老鼠斑, 要不要這麼好招呼 你之前不是誤會別人嗎? 過去跟別人說一聲對不起吧 我只知道 初哥哥每次見到那個人 都沒有好事發生的 不是火灶就捉嘴 滾好, 臉皮很薄的 要他在這麼多人面前道歉 他一定不肯, 你不要怪他 沒事的, 只是口消事而已 那個傻丫頭是這樣的 你跟他玩熟了就沒事了 雖然你們是兩兄妹 但是你們性格也挺不同的 其實我跟君豪不是親兄妹 對不起, 一直誤會了 雖然我們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我們從小到大 親過很多親兄妹 那你們跟QE呢?其實有什麼關係? 君豪一出生, 她媽媽就難產過世 所以交給婆婆QE照顧 而我小時候, 我媽媽就不要我走了 QE好心, 見過可憐就帶我回家 一手一腳照顧我和君豪 原來你們這麼小就經歷了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可以遇到QE和君豪 不, 我也沒有今天 雖然我媽媽走了 但是我相信總有一天會找回她 你呢?你和家人一起住嗎? 我們拍完這張照片之後 沒多久就有一家人移民在加拿大 我爸爸媽媽還在那邊 我就自己回家發展 我看到這張照片除了你之外 還有另一個男孩子 他是我的弟弟 不過他已經過世了 對不起 沒事, 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下次你進來 我再和你找拍照的那個地方 樓浮山不是很大的 多走幾個圈一定會找到的 搞定, 我今天親自下廚 碟碟也是我首本名菜 你一定要好好品嘗, 知道嗎? 七頭包, 燜燒米 梅花心生菜油炸鬼 北海道瑤柱炒西瓜 是不是很震撼呢? 不過還沒算 湯才是重頭戲 花膠陳皮煲西蘭花 這些全都是我送給QE的美麗海味 你這樣浪費? 什麼浪費? 這些全都是我自家的配料 包你吃個番尋味 慢著…別浪費…別浪費了些事 先給你…別浪費了它 你弄了這麼大場戲, 一定是有目的 為了什麼?說 很簡單 只要你答應我星期六不去表演 就行了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餐餐海味拌飯 直至到你的櫃清晒為止 嬌兒, 你看這些菜, 廚餘錦款 我的壞一定受不了, 我不想入廠 對了…嬌兒, 不要把我的鮑魚靠飛 今天是七頭, 明天是綠頭 什麼綠頭? 我打算明天拿櫃頂的 日本唐生和麻包來幫麥皮做早餐 和麻包? 那些和麻包我十幾天來前 我送給你, 你還沒吃? 乖乖, 卻捨得吃, 他說留給君豪 大學畢業的時候煮來慶祝 乖乖, 那些和麻包已經絕了 買不回來, 唱歌而已 不唱一場, 那麼大客人? 只要我可以唱 我賺到錢, 到時候買多少都行 看 家規第一條, 煮多少, 不要浪費 你替我識光它 吃就吃, 不准走? 你今天不是捉到一頓很威風嗎? 我這一頓是獎勵你的 好吧, 你們慢慢吃吧 我進去煮個麵 嬌姨, 等我… 看什麼看, 起發了, 當我更難吃 我還沒吃, 還沒吃 不行, 給我多一分鐘吧 你做殘餘部女還沒搞定嗎? 不行, 我過城門守不住了 我最糟糕是你, 弄得我肚子陪你一起受罪 走開吧 裡面沒有賤子 是否要最糟糕 豐發函, 深夜、深夜、深夜、深夜… 豐發函, 深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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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 看我一隻眼熟 QE, 你們快點出來 什麼事? 我漂亮不漂亮? 為什麼穿我的裙子? 怎麼樣?不好看? 不合身, 穿得沒有我那麼漂亮 我想在那時候穿這條裙子唱歌時 圍繞了多少枝陰蔭 這條裙子陪我走過很多路 還幫我賺錢, 養起整個家 養起沙沙沙滑, 還有你和文初 QE, 對不起 為什麼對不起? 你不是又拿了我的黃麻包 去做早餐吧? 不是 是呀, 是我不應該阻止你去演出的 從小到大, 你都讓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像我讀藝術一樣, 你也沒有阻止過我 我知道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是多麼開心 QE, 我也知道你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更加不應該阻止你 是嗎? 很感動 你喜歡帶來嗎? 乖了 不過我有個副帶條件的 就是歌你可以照唱 但沒有的話, 我就負責幫你跳 我喜歡 曼太太, 陳老闆那邊想約時餐吃晚飯 我幫你出了行程 暫時星期二五都沒問題 約星期六晚 那晚要出席完感天商會曼延湖 那晚我不會去的 曼山和佩堅會代表公司出席 明白, 我先回覆陳老闆 媽媽, 早上的計劃書我寫好了 放下, 我稍後看 對了, 我收到商會那邊的消息 說外婆有點不舒服 她推了那晚的演出 是嗎? 媽媽媽, 沙華 聽說你星期六推了演出 不舒服, 就退了去吧 如果不舒服的話, 就看醫生, 休息一下 我知道了 就這樣 等一下 我知道放火的案件與你無關 是我誤會了你和世光 好的, 就這樣, 再說 阿京叔 兩隻猴子 怎麼樣?請我喝茶嗎? 不過不會, 她這麼孤寒 茶就請不起了 不過今晚的糖水是我的 這麼大手筆 好, 付出糖水 加三元, 加一隻蛋 好的 怎麼樣? 兩個鼓鼓滑滑的 又有話跟我聊? 沒有, 結束了 突然說不去演出 我想看看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不知道嗎? 那倒是 你們倆沒經歷過當年的事 QE最遺憾的就是 因為當年為了生活 所以她迫於無侶 帶著你媽媽沙沙和沙華依 去登台、表演、賺錢 她自己捱不緊 她不想她倆的女兒辛苦 她經常都覺得沙沙和沙華 生活不圓滿 就因為當時她要賣場所持 所以你那天說到她伴舞 她想回以前的事 她不想你好像她兩個女兒一樣 她想你專心讀書 她寧願不唱, 也不想影響你 但還是一次演出而已 如果可以的話, 她一次也不想你 我認得一輛車是你的了 你又會這個時候進來穿嗎? 沒有, 我看你有點不舒服 就進來看看你 咳嗽聲而已, 沒事了 那就奇怪了, 以你這麼喜歡唱歌 就算你病得暈倒 你也會爬起來去唱 你這次竟然推出了一個演出 一定有一個很特別的原因 我想了很久了 唯一一個原因, 一定是為了一個人 因為媽媽你這個人實在太偉大了 什麼都是為了其他人著想 我想, 我想你這次一定是為了我 因為你想保住我的臉子 我真的很開心 原來我媽媽心裡還有我這個女兒 我不唱就行了, 誰都不重要 因為你心裡, 我根本一點都不重要 你這次推了, 不是因為我 是為了君豪 你不想和她一起上台, 所以才不唱 君豪說要陪我唱 我想起你和莎莎 我不想她走回你們以前的路 什麼你們, 莎莎而已 你一向都偏心了 什麼都為了姐姐 現在君豪是姐姐的女兒 你當然什麼都為了她 從小到大, 什麼好的都是留給姐姐 逐戰揮夠好了吧 她說是我和她一起在先 最後不是又要我讓給她嗎 你不要經常在這裡假公平 你倆我都很疼 你倆在我心目中是沒有分別的 你心裡沒有我不要緊 我心裡有你 你看 我特地買了你最喜歡吃的水果進來 打算哄哄你開心 謝謝你心裡還有我這個女兒 原來我做這麼多事都是多餘的 讓我去找你 你滿意的 我乾太大 我頓心地在這裡 然後我下山 你別人 我會問你 你應該不是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